过年还在纠结去哪里玩 有这样一台EV科的房车 功能啥都有 到哪都是家 那么这是咱们的生活家 H90的房车 整个车身的长矿高尺寸 分别是5989 2388 3135 咱们可以看到 也是MAXAS原厂的英文车标 前面做了杜哥的处理 然后这个车身整体 后部箱体的话 空间也是非常大的 这辆车也是一个前置 后驱的驱动方式 同样也是带有电动 加热可调的后视镜 那进门主机架 都是一个小的脚踏 侧面咱们可以看到 除了那配备常规的外推窗 也是配有一个 行车可以打开的推达窗 在下方是咱们的试键接口 同样也可以从新能源充电桩 直接取电 侧面还是有一些置物空间 那打开之后 可以看到内部的空间 还是非常大的 而且这两个空间 可以贯通的方式 还做了这种花纹女的一个覆盖 这个其实对于咱们 垂钓的这些车友来说 还是比较有用的 再往后看过来 同样装配有倒车影像 以及流媒体 或是进的摄像探头 后面还配备有这个雷达 同样这是咱们的20升 黑水箱舱门的位置 使用过程中 别忘记加方向接合降点器 侧面是咱们3米102米的一个真央棚 打开之后 在下面 集合咱们的支付板 以及侧面的这个小的户外灶台 岂不是很惬意 配有一个重力加水口 这辆车清水箱185升 回水箱75升 容量也还是比较大的 在中门下方 配备一个翻车的踏步 欧式的中门都是配有垃圾桶的 咱们那驾驶室啊 室有两个悬浮式的座椅 整个舒适性还是比较高的 同样配有一个 液压准利的多功能方向盘 正常搭载的是 一个FEC 3.0T的柴油发动机 功率125千瓦 风质扭矩 400牛米 匹配的是8AT彩幅的变速箱 同样配有导航以及导车影像 主副架也都配了安全气囊的 那上方是咱们四倍高清的流媒体显示 在驾驶室顶部 是咱们额头床 可以通过这个小的天窗 爬上咱们车顶 因为车顶是有650瓦的太阳能 再往后部看过来 是咱们的四个会客区 中间有一个液压式的升降桌 那降下去也可以变成一张小孩床 侧面有置物空间 所有的床子都配有防御颜色内窗 上方还配有咱们的储物吊柜 顶部的灯饰风格 也是比较前卫的 在会客区后部是咱们的纵床位置 要往左侧看过来 是咱们的卫生间 内部有一个附近的冲水马桶 也是电动排水的 上部是储物空间 还配有一个镜面灯 顶部是咱们的双向换气扇 那内部还配有一个台面 下方有一些小的置物架 有一个面盆以及咱们的淋浴喷头 冷热水都是有的 热水是通过巴斯特的柴冷来供应 有暖风有热水 那么使用起来也是极用极油的 在往前76升的一个冷冻冷藏 双功能的冰箱 左侧厨房区域排面 1200瓦的电子楼 吸手盆 下方的话是有一些抽气 或者是这个柜体的储物空间 那这辆车也是装备了38V单冷的 扁平空调 在中门进门的上方 这是咱们的中控显示区域 液晶面板和机械按键 这辆车配备有13.44度的03停留电池 3000瓦的从里面一起接 水电都是偏大的一款 这辆车也是一个44左右的价位 性价比也是偏高的 那对于动力又比较强 内饰风格又比较前卫的一款 这样的房车您会喜欢吗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